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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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从小是我外婆呆呆的 然后我弟弟也是外婆呆呆的 现在外婆年纪大了嘛 都住在这边稍微圆异的地方 一有周末我们会 时间差不多 早点起床 我们去看外婆 然后过来的时候弟弟在这边可以一起踢球 一起玩 跑过来 然后没有开好 很扫兴 不过我们有防备 我们带了剑子 可以 同样的道理 练脚法 最后了 这纷乱的一切 足球无处不在 我睡觉的时候会把我新买的足球放在旁边 或者是球鞋 我会看半天对着球鞋 我们现在有自己球队我们周末 我们会是个男孩子 就是稍微正规一点 我们会到上外去打比赛 真正的融入比赛之后 我会有很多的感觉 足球可以带来很多的乐趣 我很想就是会感受 所以说我离不开足球 如果是玩的话就一定要玩到赢 如果有竞争你也会进步我也会进步 如果今天我们来我们没有赢对手 但是我们比上一次进步了 我们就是收获 我们就是赢 我们经常会去外面踢球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球 对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球 比我们大 比我们好 身体都比我们强壮 但是我们踢不过 就是靠拼 我们被人家压着打 然后就是我哥哥说 大家拼 大家跑起来 然后最终我们进球了 虽然说我们只进了一个球 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结果 我很希望有自己的足球队 我希望有固定的人和我一样 都是热爱足球的 我们可以在周末一起踢球 其实我可以想到 当我老了之后 我会泡一杯茶 然后戴着一副老花眼镜 看我喜欢球队比赛 我可以想到那一天 我不会离开足球